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始终是分秒必争的农历年车票 17号凌晨开卖迅速就被想要返乡过年的民众给抢购一空 为了能够尽力达到输入民众的目的 台铁接着第二波的加班列车也在24号凌晨开始让民众进行预定 截至目前为止加班车还有南北回的列车仍然还有机会可以预定到火车票 建议您还没有购买车票的人可得要尽快把握机会 另外提醒您过完了农历年紧接着228的连续三天假期 火车票也在30号的零点即将开放定位 想要抢定车票的您恐怕得格外留意时间 台铁局为解决花东分秒必争抢票的问题 农历过年前特地增加三列普悠马和泰鲁格号 满足更多想要返乡团聚的旅客 除了17号的首卖 24号凌晨第二次开放加班列车预定 而目前为止无论是上巡列车或者是南回都仍然还有机会 5号下午的和6号整天的几乎都差不多是都被订满了 还有回去的回去从12号开始就开始是高峰期 12号13号14号车票也都被订满 第二波的那个加班车也从27号就开始订票了 那其实我们乡亲可以每天陆续的订票都还会有机会 一张两张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订到车票 台东火车站站长林德香表示 除了离风时段 如果不限定搭乘普悠马或泰鲁格号 仍然可以选择一般列车来搭乘 过年大家都要返乡 都会集中在休假的前一天及休假当天 那如果说我们乡亲要返乡跟家人团聚过年的话 不一定要选择泰鲁格普悠马 我们还有其他的车次或车种可以选择 一样可以返乡跟家人团聚 另外提醒您过完九天农历年假 紧接而来的228三天假期 火车票将在30号零点开始预定 如果有需要的乡亲一定要多留意时间 以免错失预约订票的时机 很快再过一个星期左右 就是农历春节假期 一连九天的假日有人规划出外旅行 台东也有很多新住民规划了回乡探亲 也有许多业者是马不停蹄的要大赚新春财 而警察局却是面面俱到 为了让民众能够安心出游 除了会巡逻为您守护家园之外 针对在春节忙碌的业者还提供了护操服务 真的是超贴心 老板娘你好 你好 你是台东分局的警察 是 听说你就是要回印尼 举家要回印尼因为要过年了吗 那我们会来帮你巡逻这边 不用担心 好 谢谢 谢谢你 整旺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就是国人非常重视的农历春节 为了让每一位县民能够平安愉快的过年 今年度的春安工作 台东县警察局也将从2月1号晚间10点开始展开为期15天的春安工作 为了让县民在春节期间能够安心的外出远行 推出协助民众包含外桥举家外出住家的安全维护工作 扩大提供为民服务的贴心便利措施 他们家里如果没有做保全的设施 那基于他们外出的时间很长 那在春节期间可以来我们分局 或者是打110相关的电话来申请 那举家外出我们会提供一个 每一般的巡逻或者是勤察的勤务 那相关的勤务会做一个防窃防盗的一个作为 小姐你好 警察先生过年期间这个收的货款比较多 是是 不知道放哪里 你好我们派出所有提供 这个现金代表管的这个服务 那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来 有人规划出游回乡 但对许多的业者来说是不可错失的赚钱机会 因此有许多的业者看准春节廉价的商机 更是马不停蹄的营业 不够碍于连续假期 在银行邮局全面供修 钱财存放成了伤脑筋的问题 不过免贱因为有警察大人的协助 以据安全的考量 我们会提供 就民众打110或者是打PiSO电话 申请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到现场去 帮他服务 抄的勤务 有一个部分就是代保管的部分 那代保管的部分就是 由于春节期间 那银行关门 那民众有做生意 可能会有大量的现金 那这大量的现金 他们如果自己没有保险箱的话 那可以来分局这边申请 就是由我们来跟他代保管 台东县警察分局 行政组长黄坤明指出 春节期间可以拨打110电话 或是亲自前往邻近的派出所 申请协助 举家外出 住居安全 维护或上网至台东警察局全球资讯网填报 台东县警察分局就会派员加强巡逻 住家维护安全 而今年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以及服务热心为主轴 而台东县警察局 新春不打烊 让民众安心出游 也让业者开心发财 东台新闻李婉珍 陈静雄 台东市采访报道 去晚也不用提心吊胆 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 谢谢 台东县104学年度第二学期 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29号在享温馨会馆举行 当天由县长黄建廷 颁发荣誉都学聘书 给李思琪 李金素 还有林芳荣等三位退休校长 感谢他们虽然退休了 但是仍然是积极协助教育工作 而在会中致辞的时候也说到 希望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能够不忘投身教育的初衷 着重在孩子的品德教育 希望让下一代长大之后 在社会上能够更有竞争力 29号举行的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由县府教育处长刘正宁 各科科长都学高中职 与国中小学校长运会 当天县长黄建廷 颁发荣誉都学 会评书给李思琪 李金素 以及林芳荣等三位退休校长 感谢他们从教职退休了 仍然不忘协助教育工作的努力 当天同时也颁发近年来 在教职上有卓越表现的老师 恭喜东北合作中大麻国小 县长黄建廷在致辞时 呼吁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虽然科学生在基础品德上 若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下 而导致有相当大的偏差 仍然有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也都怀抱很多的理想 实际上教育可以归纳成为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品格 品格的教育 第二个是才是ecademic 才是学业 科业的教育 但是这两个当中 品格教育还更重要 但是实际上 当你把品格做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个是严谨的 品格教育越成功 他其实学习的越好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这个学生 他是懂得尊重老师 老师也懂得尊重学生 学生之间也彼此尊重 那样的教学环境 当然是可以更有效益 更有成功 期望在场众人能够不忘自己 投身教育工作的初衷及热情 这样学生才能够有学习的动力 东南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 台东县动物防疫所去年向农委会 争取到2000多万的经费 来办理这个动物收容中心的新建工程 29号也由县长黄建廷等人来执行动物图典礼 预计在今年的10月将会完工 而未来能够增加犬猫的收容数量 也能够提供各级学校师生 还有民众一个动物保护生命教育的宣导课程教室 能够储存紧急动物防疫消毒物资 还有因应各项紧急动物疫情的使用功能 台东原本的动物收容中心 自88年新建启用之后 使用已经超过16年 除了相关收容设施老旧 不服动物福利等等新收容观念之外 也因为动保法的修正 停止收容12天可以人道处理的措施 为了因应 特别向农委会争取了2000多万经费 增加了一栋多功能的收容中心 29号由县长黄建廷等人举行动土典礼 先想续承 好 感谢我们的贺心 新法新法新法飞船 因为生死健康万事如意 县长表示 他刚上任的时候 台东县流浪犬任养率还不到10位数 在102年动物保护工作陆续 由动物防疫所积极创新的作为之下 卷貌领养领回达到了88% 动物防疫所 所长的带领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 推动了一系列的各种不同的措施 让台东的犬猫气氧素降低 然后我们的领养率大幅的提高 我想在农委会全国性的评比当中 我们这一方面的业务 现在都已经是非六都主的全国的第一名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 从106年起 就要达到灵扑杀了 流浪猫犬灵扑杀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收容的空间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新建这个新的收容中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新建的多功能动物收容中心 预计会在今年的10月份完工 台东市的採办报道 随着农历年一步步接近 家家户户都忙着利用时间 前往各大卖场采购连结的应景物品 招待请友 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饼干糖果 如果这些东西您还没购买呢 建议您不妨挪出一些预算来帮助弱势的族群 从即日起到2月3号之前 如果前往邮政总局掐办一些事物 您可以在信箱的租借处的前方 看见创世基金会正在意卖年货 建议您不妨考虑买些年节食品 也能够一起来帮助植物人做爱心 过年应景食品琳琅满目 无论是买来摆放在家中招待亲友 还是当作年节的伴手礼 以往大家采买毫不手软 但是今年的买气异常低迷 就连创世基金会在邮政总局意卖年货 也都不及以往的三成 幸亏台东邮政总局 及时伸出援手 免费提供场地 让他们更有机会来将年货销售出去 增加资金 贴补照顾植物人的耗材费用 台东县级很多植物人各样需要帮忙 然后那有些厂商 他们看到我们需要很多的 一些长年的经费 所以捐赠了我们很多的意卖品 以今年来讲 我们实际上的那个意卖的成效不是很好 到现在也还不到三成 所以我们刚好借由台东总局这边 理事长他们的协助 让我们在这边设谈 能够更亲近到民众 然后他们看到可以直接购买 创世是服务植物人个案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年节 有一些余钱可以帮忙到我们植物人个案 甚至他们的家庭帮忙我们台东分院 也筹措一些长年经费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时候 可以到总局这边来买一麦品 正当创世筹措物资经费 希望前往邮局设置摊位时 工会理事长正明显一口单一协助 不但免费提供场地 更是号召邮局上下员工 大家来共襄盛举帮助植物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很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台东县希望光怀协会 还有我们邮局 还有我们台东邮政工会 认为要响应这样 因为他们真的创世 照顾一些植物病人 真的很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就全力来支持他们 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由于创世基金会 在邮局设摊直到2月3号为止 如果您愿意帮助他们 就请播出一些时间前往邮局 同样是采买年节食品 肉干 鱿鱼丝 饼干等等 比市售价格还要便宜 不但可以采买年货 还可以实际行动来帮助植物人 东台新闻旅青采访报道 位于台东美术馆附近 经营近两年的仁文艺术餐厅 一直是网友们口碑相传的好地方 除了老板精心研发的餐点 以及风味饮品之外 加上所在地点相当幽静 用餐空间也开阔 偶尔还会举办不定期的音乐舞蹈表演 让许多外地游客知道之后 陆续慕名而来 就是要感受在台东不一样的放松之旅 优美的环境 宽敞的空间 来到这里心情也自然的放松了 这里是位于台东美术馆的人文艺术餐厅 走进餐厅就可以看到员工们 在厨房里忙东忙西 为接下来午餐时段 即将供应的餐点做准备 近年来食安问题让人们胆战心惊 但在这里 老板对于食材的选择是层层把关 除了网友们吃过都赞不绝口的 烟花女意大利面之外 店家又研发出了新的料理 包括以炸米饭当作酥脆外皮的莱斯肉丸 使用台东在地石令蔬果 淋上自制酱料和香料液的 全素意式烤蔬果 还有铺上一层浓 纯 香 起司片的番茄起司意大利面 不仅丰富了口感 在视觉上也是一大享受 它其实难 难是难在它的肉酱 但我们整个肉酱的制程 将近三个小时 所有食材都要用最新鲜的下去做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除了肉酱 还有我们独门的配方 让它变得更好吃以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画面上面 让它变得更特别 所以我们直接加了一片厚切的起司 所以你等下在吃的时候 你不只是那个起司的味道 跟肉酱的味道 在你翻搅的过程中 你也会有另外一种的体验 老板说 常有客人来到这里吃中餐 一做就是整个下午 所以提供了下午茶 也欢迎大家在这里聊天 看书甚至谈工事 在农历初六初七这两天 美术馆将举办青农市集 大家不妨来趟美术馆 支持台东的青年农民 这里的文艺气息与美食 绝对能满足你的身心灵 东台新闻 陈敬雄 林婉珍 石荣于 潘燕如采访报道 台东目前有五处乳牛养殖场 负责供应台东地区牛奶的主要产量 有别于美国 大多都是以玉米大豆来养殖 既不健康又容易产生病变 台东洛农都多以牧草搭配全玉米 加上营养的草料来喂食 尤其牛汁的主食牧草 每日消耗量是相当惊人 因此多数洛农都会自己开辟草场 既能够保育土壤 又让乳牛能够吃到最健康的草料 产出的牛奶也更香醇 这片是被南乡洛农 自己开辟 专门种植牧草的草场 收割之后经过缴碎 全部再运到醋料桶 作为为食尽200头乳牛的饲料 这只这样塞着挂 它就穿了一袋一袋出来 对 对 对 噴出来就一袋一袋了 我们这里把它拼下去 拼下去 拼下去 TMR的车 不过想让乳牛产出又香又浓的牛奶可没那么简单 远看过去这两条长长的东西 洛农给它取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做灌香肠 这是玉米 定义整长的玉米 连玉米水 然后就刮刮 在水埔 刮刮起来 然后我们这里用机会把它拼 拼这个香肠室 对 拼起来 它现在 它开始差不多20天来 它会发酵 把氧气都发酵完了以后 就变无菌了 没有氧气无菌了 就可以放很久 然后 铁牛当一个炒料 因为这样是第一点方便 第一点营养好 玉米嘛 热能关 这看起来像碎屑的枯状物 全部都是整条玉米打碎之后 由西部业者载运过来 全部塞入帆布袋中 经过日照 将玉米内含的水分蒸发 加上发酵之后 就可以与木草混合 给乳牛食用 针对饲料玉米与木草 农粮署有提供 每公顷四万五千元的补助 鼓励农民种饲料玉米与木草 除了可以减少进口之外 还可以减少灌溉的用水量 增加地主 让租农地的诱因 充分利用国土资源 保护地利 东台新闻张家伟 变能相报导 你还记得小时候 和朋友一起玩的玩具吗 以前没有智慧型手机 还有电动玩具 只好自己动手做 在金轮部落就有一群 五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为了怀念早期的铜腕 从竹子采集到成品 都是这群的部落长者 自己来完成 竹心亭水箱传话筒 这些现在少之又少的手工玩具 对这些部落长者们来说 都是童年的回忆 从竹子的采集到搬运 切割 一直到成品 都是由长者们共同完成 部落妈妈们说 山里大自然素材 应有尽有 早期部落小孩的玩具 就是就地取材制作而成的 小时候看着大人做 自己也跟着做 这些东西不是刻意学来的 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小时候的玩具吗 对对 小时候你们就都会这样子玩 对对 啊真的很清楚吗 对对 最远你们拉到哪里 你跟你的朋友都怎么拉 不是这样玩啊 不是在行业的地方 所以也是弄竹子老小时候 对弄竹子 你们都自己做吗 自己做 哇 对啊在学校就这样做 给我电话线 担任金伦布鲁文化健康站的蔡都导说 植物采集制作童玩的想法 是由健康站的长者们自己提出的 此项计划共有40位老人家参与 三个月下来制作了四种不同的怀旧童玩 也让这群长者们想起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这次的主题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于怀旧排湾族的童玩 还有儿时乐趣 想说希望是结合排湾族的文化 然后刚好就是运用到这个植物的采集 然后我们才会讲说 排湾族到底有什么东西 很好 很好发挥的创意体材这样子 就想到说我们就是应用童玩 就是用竹纸 因为我们这边蛮多竹纸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竹纸的朝向这个方向去做 之后如果说运用到竹纸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做怎么会比较好 结果我们经过一些老人家的构思 他们就说他们很怀念 以前他们小的时候做的一些玩具 就是有一个长者来带领大家来去共同 来去完成这个制作的过程 你也可以学习长者们的智慧 充分的应用生活与自然 自己动手做属于你的童玩 东台新闻林婉珍采访报导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气象方面的资讯 尤其最近受到封面的影响 天气相当不稳定 早上下雨晚上也是下雨 而且尤其是中午过后 雨时是特别的明显 尤其是西半部还有东北部是特别的多 一整天都有机会出现间歇性的降雨 或许您也发现台东也有出现了大太阳 但是时间并不长 所以提醒您出门还是得随时携带雨具来备用 接下来关心各乡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东市与北南乡19到25度 正午地区17到22度 南华地区19到27度 海线部分19到26度 离岛部分20到26度左右 接下来关心到农民里的资讯 国立1月30号当天是农历的12月21号 日松鼠1252岁的朋友请您多留意 当天适合定盟 纳采 会友 还有祭祀 比较不适合嫁娶 出行 动土 还有恨脏 及时则落在了丑武 卫生这四个时程 看看星座方面运势 文学术打星是风向星座的水瓶座 而当天您的归人星座是火象的射手座 星运数字则是为四 整体运势是五颗星属于抢抢棍的状况 非常恭喜您 看看您当天的整体运解析 恋爱者和已婚者当天是满怀爱情的热力 与另外一半的感情是不断的增温 在财与方面 正偏财都非常不错 有可观的进账 不过如果您过于贪心的话 小心会吃大亏 齐取激昂的您 建议您不如约朋友或是爱人 去好好的小小疯狂一下 与您分享一则例子小语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理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请锁定二十频道 我是家伟 我们下次再会 整个世界停止 不转动 很寂寞 走在海边输着 引火虫 好困惑 想要的生活 怎么犹豫太久 每当我开着心口 到着地球 发现自己其实最发不得说 什么都会空虚 好想把我的 全部都给你一个回答 我身边 我身边 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大人们谁们好不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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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们好欲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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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 好 by bwd6